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那是6年前的事情了 之后肩价就走下坡了 一直到了2015年12月中这里 我们看到它跌到了美安市1050美元左右 后来虽然它是回升了 但是一直无法突破1370美元的水平 直到今年6月底的时候 才重新站上了1400美元的水平 7月18号也就是上个星期四 肩价升高到了美安市1446美元 创下6年3个月来的新高 那么截至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 金价报接近美安市1426美元这个价位 维持在6年新高的价位 那么金价有可能保持这股增长的势头吗 我们马上让美兰来请教今天的嘉宾 是的 梁全 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首先这位是汇利证券大宗商品研究分析师 陈管志 你好 陈先生你好 另外这位是汇丰银行的投资策略师 张耀军 张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来问一下张先生 这个金价在过去一直不断的涨 涨了10% 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金价所上升的原因 主要是市场对美联储的策略的评价 因为现在美联储已经开始有一个减利率的政策 所以我们知道金价如果在一个低利率的情况里 身价会上升 所以这主要是一个这个美联储市场对美联储的这个 一个回应 对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陈先生您觉得还有可能哪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金价不断的在攀升 除了美联储的那个降息的预期以外 我们还认为这个贸易战导致了大家全球投资者来寻找一种避险的资产 所以黄金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一个避险资产 所以在这个环球的那个趋势推动下 金价创了六年的新高 六年的新高 您怎么看 接下来还有多少的涨幅空间 可能会到多少钱 我们预期的话 金价可以达到1500美元每盎司这个水平 而且是在未来一两年这个期间 您怎么看 这1500元是可以预期的吗 这是很难预期到 那我们认为这个金价会在现在开始稳定下来 因为我们认为市场对美联储减利率的这个政策 可能认为减的太多 减到可能0.75%到1% 那是很大的利率政策的改变 我们认为利率政策他们可能会减的比较少 0.5%左右 所以在这个看法里 我们认为金价会从这里开始稳定起来 从现在的1400多元掉到1300多 对 我们认为金价会平均今年在1362左右 好 1362 刚才您说的是1500元 对 这个1500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们是基于那个技术的分析 以及对过去就是美联储这个降息的预期 因为现在普遍是大概50个基点 但是目前的话美国那个通胀率还没有达到2%这个水平 所以他们美联储可能在未来一两年 可能会更有一个更大的降息的空间 所以是基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幅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分析师他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那么黄金相关的这个股票的行情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马上请梁全通过数据来跟大家解释 梁全 是的 谢谢美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支在本地挂牌的金矿公司的股票 首先看中色金矿公司一年来的股价和金价的波动非常接近 尤其是今年这六个多月的走势 公司股价明显涨不是从今年6月开始的 一直到了6月25号 我们看到这里股价升高到了2毛8分 这是一年来最高的 那么其实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股价报2毛7分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两个金矿股的表现 截至今天傍晚5点钟呢 维利顿资源的股价是2分4 在这个价位 而Anker资源则是1分3 那么整体上来说呢 一年来这两支股票呈现的是下跌的趋势 股价是差不多在1分到5分之间波动 那么投资黄金除了购买金矿股 也有人考虑购买实体的黄金 那么投资实体黄金有哪些方式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黄金有保值的功能 不少人喜欢购买黄金首饰 不过金饰包括设计和加工费 因此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回报可能不比直接购买实体黄金来得大 但是金条金块或金币买多了 就必须考虑如何妥善保管 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保管 或者向银行或金铺缴交保管费 由银行或金铺保管 另外消费者也可以选择在银行开设黄金储蓄户 随时买卖或存放黄金 不过这也需要缴交服务费 张先生请问你如果我们要投资实体黄金的时候 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首先投资者要注意黄金跟是好像一个货币一样 可是一个货币是通常其他货币是有一个利率的 但黄金是没有给一个利率 所以投资者要知道如果在这种环境里 在一个比较低利率的黄金里 黄金可能会还是保持价格 但投资者也是要知道 对这些投资上面也是有很多消费方面 因为要储蓄这些黄金方面都会有一个消费 可是如果要来真正的投资方面 我们认为ETF还是一个比较在消费方面最低的方面 可以投资进黄金 在我们进入这个ETF之前 我们想要继续地问就是黄金 这个实体黄金 它其实是用美元在做报价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计算它的回报率 是不是也要考虑到美元对新元的这个利率 对 那这个是不是消费者应该怎么顾虑的呢 对消费者要首先要有一个 因为美元通常跟黄金有一个 如果美元上升黄金就会下滑 相反来说如果黄金上升 美元也会下滑 所以投资者要有一个对美元的看法 来投资黄金 如果投资者认为美元会下升 那买黄金就是一个正确的投资策略 那刚才张先生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购买这个黄金的ETF 可以请陈先生来进一步解释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购买这个黄金的ETF 怎么运作 其实黄金ETF就是一篮子的股票来构成的一个 相当于指数型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品种 so有些ETF它的标的物是黄金 就是实体黄金它就是跟现价黄金那个走势是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大概就是分两种 就是一种是跟黄金现价来绑定的一个ETF 另外一种就是金矿股来构成的一个ETF 我们看到了其实其中一个叫做Spider Gold Share 这个ETF在过去一整年来都是不断的上涨 交易量也是增加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表现 这个其实跟金价是紧密联系的 因为如果你看过去一年金价的走势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往上升的一个趋势 而且由于ETF那个交易量那个流动性 比实体黄金的流动性要大一点 因为毕竟全球有比较便利于那些各国那些投资者来进行的交易 所以你会怎么比较 如果是实体跟ETF的话 你哪一个会比较适合 实体的话因为你需要投资的一个金额是比较大一点 因为像以现在那个现价黄金来说 就1400美元每盎司这个水平 所以如果你买ETF的话 它才100多美元每一股这样子 所以你就变成了把你的投资可以拆细 所以来进行投资 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黄金的投资工具 就是刚才梁全跟我们说的这个黄金矿股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色金矿 这个中色金矿我们看到今年一路涨28% 它比这个金价的上涨幅度还要大 原因在哪里 因为其实金矿股的话 它跟金价是有一个杠杆的一个效应 因为我们是基于它的开采这个成本是在一定的水平范围内 然后它如果黄金价格上升的话 它相当于它创造的利润会有一个更加高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中色金矿它在去年18年的时候已经达到它的产量的新高 然后今年第一季度那个业绩来看 它们今年很可能再会创一个新高 因为它们在过去两年已经扩大了它们黄金那个产能 那于你看来接下来还有上升的空间吗 目标价位大概是多少 我们的目标价位是31分 那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看到是维利顿资源还有Anker资源 它们相对于这个中色金矿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的好 原因在哪里呢 这两只股票由于它们目前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它们那个销售的黄金那个量还是比较少的 对比起中色金矿 对于那个Anker资源来说 它还有另外一个副业就是它的跨港年的那个开采业务 所以它不是纯粹的一个金矿股 那最后请教一个张先生好了 就是整个大环境我们来看 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观众朋友想要投资黄金的话 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首先我们认为投资者要多样化的投资多分散 在投资组合里不需要太过度的投资在金方面 因为首先黄金是没有利率的 所以我们不建议在投资组合部分不要超过百分之十 那在这三种不同的黄金投资工具里头来说 你们会怎么建议散户或者是投资者呢 陈先生 如果散户的话一般比较保守一点的老百姓的话 可以选择投资实物黄金 因为如果从长远来说 它也是一种有一个保值的一个功能 如果一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些金矿股 不一定在新加坡上市 也可以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这些 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风险承受力比较大的一个水平 好 今天谢谢两位嘉宾的这个分享 谢谢 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当然还是要谨慎了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黄金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人口老龄化也可能成为我们21世纪 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趋势之一 而老龄化课题也将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领域 包括了住房措施 交通 还有社会福利等等的 泰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 当地的社区企业又是如何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提供年长者的所需要的帮助 广告回来的漫品生活 跟着庆凯和志愿工作者Jantima 到曼谷的一个社区做义工 关注当地的老龄化问题 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